突发 突发 就在昨晚纽约专题布鲁克林布朗斯维尔突发枪案 枪声砰砰不停 大规模集会上开火 现场观众仓皇逃走 个个被吓踩了 目前造成一死十一伤的局面 死者是一名38岁的男子 身份还未确定 本次枪案的伤者被送往附近的布鲁克戴尔医院和国王郡医院 枪案现场一度混乱据悉该枪击专题案发生在布朗斯维尔黑局门 与克莱斯托弗尔大道交叉路附近 当时就在两个街角外正在据悉一场有多个当地民选官员 赞助的名为Ottimer's Day派对 而今年是这个派对议进入第56个年头 参加者是从全国各地出发前往参加 枪击案中 根据一名目击者Cassie Collins表示 当时所有人正沉浸在美好时光中 突然枪声就向了起来 所有人听到枪声都开始跑 我尽可能快速地远离每一个人 甚至好几次以为自己会被枪杀 我听到枪声我躲了起来 一名参加聚会的66岁男子说 帮我抬起头烟幕消失 当时极度的混乱 还有一位60岁的目击者同时也是事发派对商贩表示 这很混乱 我们正在享受这个夜晚 突然有枪声向了起来 人们开始慌乱逃命 枪响后 人群已经散开 我听到大约9到11次枪击声 每个人都跑来跑去找地方躲避 他说 纽约市警方发言人说 一名38岁的男子因头部受伤而死亡 目前无法确认这名男子的身份 警方认为有两名枪兽参与这次暴力枪击事件 截止到周日早上 这两名枪兽仍然在逃务也十分 警方在搜索时 从满地的酒瓶和垃圾中发现了一把一气的枪支 有目击者称 尽管是发当晚有2000到3000人身加勒操场旁边举办的活动 并且有大约100名警察在活动现场负责为安 但枪兽仍然向人群开枪射击 目前有6名伤者已经从医院出院 但是其他5个人的情况没有得到结果 不过据纽约市消防局发言人表示 大部分的人情况严重 市议会议员俄里克·安普雷塞姆欧发推文 说道我生命中最糟糕的经历之一 如此美丽和平的事件如何在几秒钟内被悲剧所掩盖 另一位枪暗目击者 60岁的供应商家里米勒表示 这很混乱 镜头响了 人群已经散开 你听到大约9到11次射击 每个人都跑来跑去散射掩护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 警方在枪击事件后将大批人员从娱乐中心周围的区域清除 来自当地新闻媒体的照片显示 有几个人从担架上去走现场 包括一些看似轻微伤口的人 截至上午 该地区被警察带封锁 地上散落着大量的垃圾 布朗斯维尔是布鲁克林东部的一个社区 尽管纽约的街道变得比几十年来更安全 但却仍然在与枪支暴力斗争 我们将竭尽全力保持这个社区的安全 并从我们的街道上取下枪支 地布雷CEO发推文说 州参议员Roxon G.A. Persaud 回应地布雷CEO 在他的推文中添加了标题 Stop the violence和Put down the guns 表达了对枪技的沮丧 他称之为不可接受和陌弱 目前枪手为什么对此开枪 枪手到底有多少人还未清楚 警方正在对案件进行调查 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 我们今晚在布朗斯维尔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射击 破坏了一场和平的社区活动 突发枪案逃生手 侧面对枪击案频发的美国 万一不幸发生此类事件时 如何做出反应保护自己的安全 至关重要 首先发生枪击案时 要注意所处环境可能的危险 了解所在位置最靠近的两个出口 如果枪手在附近 首先是选择逃跑 逃跑前心理设定一个逃跑路线和计划 其次是躲藏 要躲在枪手视线外的区域堵住通往藏身处的入口并锁上门 将手机设置为静音 如生命受到威胁可奋力攻击 第三 当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时 要保持冷静遵守指示 并放下手中物品 举气双手 手指分开 避免向执法人员快速移动 避免指点 尖叫或喊叫 疏散时不要停下 向执法人员求主或问路 第四 打电话报警时 要向警方说明细节 说明现行枪手位置 人数和枪手外观描述 枪手所持武器数量和种类 现场可能受害人数等 以便警方采取适合的救援行动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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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